吃完晚餐美食明天要上班上课了 不过台风玛丽亚预定明天登陆日本 接下来还有台风山神 也有可能在今晚深沉吗 对于台湾有没有影响呢 气象时间教育静怡 好我们赶快从地面天气图 带大家来掌握 首先这是青台玛丽亚 它预估在明天的时候 就会登陆日本的东北地区 也就是本州的北部 因此要提醒要复日旅游 或者是出差的观众朋友们 要特别的留意小心了 另外还有在海面上 这里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那么气象鼠已经说了 会在晚间的八点就会宣布 它是这个台风山神 那么预估它的路径 也会和玛丽亚相似 那么是直扑日本而去 对台湾是没有直接性影响的 但由于现在是暑假 很多人到日本去玩 就要特别的留意当心了 那至于台湾的天气如何呢 我们从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带大家来看 首先在明天和今天一样 受到的是西南风的影响 所以在清晨到上午的这段时刻 是在中南部会有一些 短暂震雨或雷雨 还有在午后就是各地都要留意 可能会有午后雷震雨 尤其是山区 还不排除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而另外受到这个西南风的影响 沉降作用的影响之下 还要注意了 明天在大台北地区 那么在这个桃园 还有在花东都要留意 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而从周二和周三的这两天 可以很明显看到 有没有水气减少了 所以周二周三这两天各地是以多云 稻情的天气为主 但是还是要留意会有午后雷震雨 倒是周四开始又受到第二代的影响 所以天气上又会变得比较不稳定 除了在南部地区要注意了 会有局部的短暂雨或者是雷雨 其他各地会是多云 但是还是会有零星的雨 是要提醒大家 周四开始还是要记得带伞的 至于未来一周有几项的天气小叮咛 就要提醒大家了午后各地还是会有短暂震雨或是雷雨 明天受到西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 在北部桃园还有花东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 尤其周四开始低压带接近 天气又会转趋不稳定了 那么以上的气象资讯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把时间交还给叶涵 最后一边 这就是ificar叶子 哇